大家好 在今天有没有觉得好热啊 板桥侧站侧道的温度37.5度 中午的天气热乎乎 不过呢 局部地区的午后真雨呢 仍然以山区的发展比较明显 但是啊 如果你今天在这个墾丁游玩的朋友 你就会发现到 天空当中云层亮多 零星的一些江雨 在早晚的时候都有出现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礼拜的天气 要怎么样的变化了 先来注意到 在明天的时候呢 两个地方有下雨的机会 一个是屏东 另外一个是台东 因为呢 这两个地方啊 东南风把水汽呆了进来 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 不过其他的地方呢 可都是晴朗 而且炎热的天气 高温的部分像在台北市区 依然是上看到36度以上的高温呢 礼拜二天气晴温度高 那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热带低压也在南海发展 它到了礼拜三就要接近海南岛了 所以呢 它不会影响我们 可是对于我们的天气系统来说的话 在周二这天就是屏东跟台东两个地方 零星的江雨 也跟这个热帝啊 有点关系 那天气状况来说呢 到了礼拜三到礼拜五的时候 这三天来说 我们会有五毫真雨的天气 水气多了 南风吹上来了 所以下午的时候 平地山区都有三八喉 到了这个六日的话 高温一样是在36度以上 只有山区的部分有五后雷震雨 所以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晴朗 炎热 恒春半岛有局部的震雨出现 说到雨 先来看雨量了 从这张雨量图就可以注意到 在桃园新竹山区有雨 苗栗的山区有雨 再来就是嘉义的阿里山 还有一个呢 就南边这边有没有看到 从台东大乌以南 一直到恒春半岛这一段 因为风向吹得比较偏着 东南风上来 带了一些水气的进来 那今天晚上呢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从这张动态的雷达上面 可以看到 目前在阿里山这边的云层 正在逐渐地消散当中 在台南海边 有一个小波的对流云带 也在消散 那下午的时候呢 在桃园新竹这边的云层 已经逐渐地出海了 所以呢 云系的发展正在消散当中 可是来注意哦 南边这边有没有看到 在恒春半岛这边呢 包含台东这个地方呢 倒是外海的水气 在进入的过程当中 今天晚上 仍然有些局部性的短暂降雨 在台东大乌以南 到恒春半岛以北这一段 陆地还有恒春镇都容易会有些降雨 所以在这两个地方的朋友 雨区行车要注意安全了 那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呢 最主要呢 我们从这张色调场画的云图来看一下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 整个云层发展 我用的是整个北半球哦 有没有注意到 南边这边有低压带 这个低压带呢 从关岛西边到菲律宾海 一直到达南海 这个南海这个地方呢 现在目前在这个地区来说 发展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了 中心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太平岛附近 那现在目前呢 它是一个朝着北的方向在移动 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 就是这个海面上的水汽进来 有没有看到 这个水汽进入之后呢 就使得我们台湾上空 整个云层来说 在恒春半岛这边有些震雨 就跟这个云层有关 今天晚上到明天 仍然因为风场热地压 在往海南岛走 整个吹着一个 几家逆时针旋转的风场上来 也就偏东南风上来 所以呢 东南风又会把水汽 带进恒春半岛 这边就会有些 局部性的僵雨出现 那我们再来 从卫星云图上面看 可以看到 高压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台湾上空呢 高压边缘 水汽刚好拉了上来 使得南部有点雨 中部以北的话 山区有五后震雨 但明天呢 这个高压的势力 还会再增强一点 相对的 五后震雨又少了 但是呢 南边的低压系统呢 来我们注意到它走向 这里是台湾 这边是南海 南海上面的这个系统 未来的走向来说 它会先有点朝的北北东 再转北 那到了明天的晚上开始呢 要转西北走 接着呢 到礼拜三的时候 通过海南岛之后 往广西的方向移动 对我们来说呢 这个系统是没有影响的 但这个系统 在北上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在东沙群岛作业 或者我们太平岛附近 作业的渔船 就要特别的注意到安全了 那地面图上也可以看到 未来的话 南边的系统将会逐渐地 朝着北之后 再转海南岛之后 往广西走 那我们呢 通边的太平洋高压势力呢 依然是比较偏强的状况 所以呢 天气形态来说 在周二的时候 相对的五后震雨会少 到了周三啊 高压势力略微地减弱一些 所以呢 在周三到周五的时候呢 我们相对的 就会有些局部的 五后震雨出现 不过呢 到了礼拜六以后呢 太平洋高压势力 又再度往西伸展过来 又是回到一个晴朗 而且是炎热的天气 所以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在这个礼拜的话 最重要还是要防晒 要补充水分 小心不要中暑了 那整体的天气状况来说 在明天的时候 恒川半岛旅游 或在台东旅游的朋友 就要注意 会有一些南边水气上来 造成的局部降雨状况 我们来看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 温度在晚上的时候舒适 有点偏东南风 感觉起来没那么闷热 明天的北部高温 依然在35 6度的高温 五后震雨在台北跟桃源 有机会 新竹以南天气晴 而到了南投云林 嘉义三个地方 主要是注意是 山区会有五后震雨出现 南部地区的话呢 雨也是伞巴喉 恒川半岛 倒是零星的江雨 在主要恒川镇 到尔安比之间会有 那东台湾地区 主要在台东地区 云层多会有点雨 而花莲宜来大太阳 歪岛地区也都是天气晴朗 未来一个礼拜 我们可以注意到 雨的部分偏向于 五后震雨到周三有 周四周五也有一些 周六开始 剩下山区有五后震雨 高温部分中部以北 都在35度 南部在34度 歪岛地区来说 在未来一个礼拜的话 天气算马祖比较稳定 金门到三四有点 五后震雨 小丁宁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阳光墙 外出要防晒 中午热 替则补充水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